举一个例子 这个出自印光大师文超 在他78岁那一年 有一个孟安居士到报国时期 见印光大师 他请教了一个问题 他不能解决的 说当地发生了一个车祸 这是他当地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个客车里面坐了40多个人 司机呢是夜行开车 不小心就从那个山路上 冲到了那个水里去了 40多个人包括这个司机 都遭受灭顶之战 那么第二天很多人就去救 去营救 营救结果发现江边呢 岸上坐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 大家就问你 你是怎么回事 她就是坐在这个车上的乘客 她坐在这个车上 其他人都死了 她怎么一个人坐在岸上 如醉如呆 大家问你是怎么到岸上来的 她说不知道 为什么她都不知道 但是她确实是到岸上了 身上还没有事 这是个事 大家都很难去理解这个事 当地报纸都做了一个奇闻 进行报道 这个居士呢 就把这种事情来问 印光大师 到底怎么回事 在场的还有一些 其他人都听到了 当时印光大师 倒没有怎么回答她 于是旁边的人都 哎呀 真奇怪 真奇怪 奇怪 奇怪 不出一个答案出来 就回去了 回到廖房 回到廖房在傍晚的时候 印竹啊 就让侍者给他带起一个纸条 印竹写的几行字 这几行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 此女人 命不该死 盖世佛天鬼神 在他上车时 便把救他的方法 预先准备好了 想必如是 这辽调吉女包含意味无穷啊 一个人 这个 如果叙事有很大的善 善德 他不应该在这个 这种遭受贡业里面 他可能有他特殊的别业 他不该死 不该死 说明善神 佛天鬼神 佛就是佛菩萨了 天就是天人 鬼神了 就得要帮助他 要救他 要救他 因为这些佛天鬼神 知道这桩事情 肯定要发生 因为佛天鬼神 他是没有时间的 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 他有宿命通貌 所以知道这桩事情 知道这桩事情 然后这时候 佛天鬼神 他有力量 就被一股力量 把他扬到了 车外去 扬到岸边去 世间的很多因果 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你看那个世间的善人 还有佛天鬼神 预先把他救助的方法 准备好了 把他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 给他顺当地解决了 那你说 法藏菩萨五大劫的思维 无量劫的急功累得 就是要拯救每一个众生的 解脱生死轮回苦难的 而轮回紧急关头的生死关头 我们是最容易 这种神识啊 昏迷啊 无量劫的恶业总之 在这沸腾的时候 是最容易被捏地迁到三个道 六道里面去的时候 这时候也是最需要 佛来帮助的时候 难道阿弥陀佛 还没有一种 预先把帮助这个众生的这种方案 实施好的能力吗 我们认为哪怕不正非正常死亡 火灾水灾病灾被人杀死 好像认为我狠死 但是这个众生的劣地的种种死亡 在佛菩萨的眼里都是正常的 他也知道你在什么时候要走 所以一定会让你稳妥往生的方法 这就是不可思议 就在这张纸条上 印主还用很平淡的语言 讲说的一个事情 说这个民国十几年 十几年的时候 山东有一个寺院 建成以后开光 开光就来了很多人 开光庆祝的就 就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 那很多人都去了 其中有个居士 他带了一个小孩 也去看大戏 到寺院里面 他看着那个旁边有一口井 这个小孩坐在那个井园上 突然一下掉到水底去了 掉到水底 井里面去了 这样大家就慌了 这个祝父母赶紧马上派人 用那个猪肝子 用等等就打捞 这个一下去 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个井水并不是很宽 但是没有感觉 没有人 打捞了很久 没有下落 没有下落 这个祝母今天就很伤心了 你看带了一个小孩过来 结果掉到井里不见了 打捞也没办法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一看 让他感到非常吃惊的事 他的儿子睡在场上了 在睡觉 睡着了 全身都是湿的 他一看这个 就很惊喜啊 很惊喜 所以在那口井旁边盖了个瓶子 捏的一块碑 叫圣井 写了圣井两个字 那个踏片呢 还送给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就让这个豹国师的当家是放在那个一个地方挂起来 那说到最后 这个印竹告诉他 此字 这个此事 你就解解这个梦 这个梦 梦安居士 他也解不出来 家在桌里面 也都 以后 他一直都 没有去思维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小孩 全身灵 全身都是湿的 睡到 躺在自己场上呢 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所能解释的吗 但是他确实是存在的事情 所以这个念佛一法 他的信心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悟性的 是要对阿弥陀佛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的决定的相信 我们都生活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 把我们拖起来 我们繁复众生的每一个行为 阿弥陀佛都看得到 我们每一句话 阿弥陀佛都听得到 我们每一个念头 阿弥陀佛都有他心通都知道 所以这个感应 虽能很深奥 虽能不可理解 但是它却是跟我们非常亲切的 亲切到什么地步呢 它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 在我们繁复众生的每一个念头里面 所以我们的一切 阿弥陀佛在他的五眼圆明的这种状态当中 了了之道 就像金刚经说的 一切众生举心动念 如来 细之细见 既然 弥陀对我们的举心动念 都细之细见 而且我们每个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的 如同独生子女 所以他对我们的救度 这种稳妥性 这种不可思议 我们要有信心 不要老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 去考虑很多事情 反复众生的知见 都是错误 那么 换一个角度 以佛的果地上的智慧 力量 威神 神通 来反观救度众生的这种情况 它是很容易的 所以往生一把 它确实是 容易往生 就像永明元寿大师所说 万提万人去 但是可能会出现 往生不掉的情况 往生不掉的情况 不在阿弥陀佛那边 是在我们自己这边 在哪里 就是怀疑 这个怀疑就是店主 主入了这个店员的过来 所以我们修念佛义法 通过文师修三会 是要解决信心问题 听闻佛法 听闻尽头五经 一顿圣元量和中国尽头中主持的思想 这个文 耳根的文性 能够最大限度地 把我们自信的 圆通常的 这种智慧显发出来 用这个智慧来 观照 净土一法的 势力因果现象 思 就是要思维 思维这个净土法门 从阿弥陀佛 发愿建构净土 以及这个西方净土成立之后 解开广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 在法界当中 自古其今 多少广深的历史 以及种种 现身和临终 种种类像 净土法门的种种类像 也是感应道交的产物 一箱满石 为什么会一箱满石 由于西方净落世界 它就是宝箱弥漫的插座 它是由种种珍宝 合成的种种的景物 每个珍宝里面 有香杂作 百千万种香味 这些香味 弥漫在极乐本土 同时弥漫到十方世界 这个香 是阿弥陀佛的法身香 五分法身香 所以令他方世界的众生 以及本土的往生者 闻到这个香味 都能生起念佛念法 念生之心 都能降伏烦恼 得种种柔圣人 音响人 乃至无神法 所以由西方净土 宝箱弥漫 所以念佛行人 透过这个名号 名号就是我们 这个现象界的众生 跟西方极乐世界 进行沟通的一个媒介 这个媒介一沟通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异乡 就是透过这个名号的通道 光通讯了 就到了我们这个世界 我想我们很多经验行人 都有这种体验 当我们念经念的 念净土经典念得很清净的时候 我们超经超得很清净的时候 我们念佛号 念得很清净的时候 会忽然闻到一股异香 而且这个异香呢 哪怕你房间并没有燃香 但异香你闻到了 而且不是这个世间 通常闻到的香味 我想这种体验 很多人会有 这是感应 还有见光 见光这是阿弥陀佛十九愿 也是灵命中时结尽 阿弥陀佛全身会放光 或者摆好放光 或者手放光 来铸造在这个念佛人的身上 还有带着莲花 还有七宝宫殿 它都是能放光的 这种光一放过来 它就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 涅滴感造的日月星山光 乃至于我们现在近百年发明的 所谓的电灯的光料 这些光都不能在这种 我们神室出体之后 有什么感觉的 唯有这个法性的光 阿弥陀佛放出的是亲近法性的光 它对我们才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我们灵灵中时能够如露禅定 义不贪电 心不颠倒 这样的一个心性当中的平和的 禅电的状态 不是说我们自己有这个功夫的 这是阿弥陀佛灵灵中时 放光铸造 令我们有这种心性的平和 然而这个光明里面 一切我们的内在的魔 五一魔 还有外面的天魔 它都进不来 在这个光明里面 没有时间的概念 没有空间的概念 这个光明里面 舒服和极乐 就在同一处 大家注意看无量寿静 在后半部 当释迦牟尼佛讲述完了 西方净土一人庄言 三倍往生的方法 以及说佛世界五作五 五个五痛烧的情境之后 就告诉阿弥 你想不想见阿弥陀佛 当然阿弥陀佛很想见 就告诉他见的方法 也就是面西合掌 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丁礼 那么阿弥陀佛就 马上拜下去 一抬起头 就见到阿弥陀佛 如黄金山 放出金色的光明 一切铁围山 须弥山 包括六道的境界 出生恶鬼 地狱的境界 以及天 天道的境界 宫殿 就在光明当中 完全开辟 都显现在光明里面 大家注意看这经文 我们看不到恶鬼 看不到出生 看不到天界的宫殿 能够佛光里面 全都看到了 这是为什么 这是阿弥陀佛光明 有把种种维度的空间 打开的功能 让它就在一处 所以任何颜色的地方 阿弥陀佛光明 一过去 都是金黄色 同样一种颜色 所有的 僧文菩萨的光明 天人的光明 在阿弥陀佛光明面前 全都不显现 幽如巨默 所以整个的就像 谎样的大水 都是弥陀的光明 那么就在 弥陀光明里面 注意看这经文 西方极乐世界的 庄严 情景 诸往生者的 菩萨的情景 在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 这些余会者看 看得一清二楚 就好像拿个一面镜子 看自己面相一样的清楚 然而西方极乐世界天人 西方极乐世界菩萨 看娑婆世界也同样 但是如果阿弥陀佛 把光明一收 大家又看到 这是娑婆世界的 堪垦 沙利 高山 峻岭的 娑婆世界 所以佛的净土 菩萨的净土 天界 就在当下 它只是 时空的 不一样 这是众生的 聂力不一样 只能看到 跟它相应的 时空的情景 那么我们了解 这个真相 它是告诉我们 佛菩萨的这种境界 到我们这来 是没有隔离的 它可以通过来 问题就 我们凡夫跟佛的沟通 本来也是没有 没有障碍的 是我们的怀疑 是我们的虐张 不割 自割 自己割开了 那么割开了 我们就要 透过信愿的力量 在阿弥陀佛的 慈悲愿力的家族下 来把这个空间的 这种隔阂 打通 这一打通 马上我们这一念心 就能够显见在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今天 进入经典说 我们在娑婆世界 自心念佛 发心念佛 西方极乐世界 七宝池 就有一朵莲花长出来 那朵莲花 写上你的名字 你看 这是不是很神妙呢 但是要自信了 我们自信 信愿的一心 就穿过去了 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所以我们 信愿持民 不仅在庄严 我们收获世界 同时也在 庄严极乐世界 我们信愿 念佛的功夫 越惊奇 那朵莲花 占出的光色 就越灿烂 如果我们退心了 后悔了 这个莲花 它也会枯萎 所以这种 因念心性 是很不可思议的 从这里面 理解感应 那么一般来说 感应有四种 显感显应 敏感敏应 敏感敏应 敏感显应 他有这四种 这四种呢 是谈我们细事 的善根和今生的情况 显感显应 就是我们今生 信愿持民 阿弥陀佛 当下来跟我们 感 来跟我们加持 那么 显感敏应 我们 自成经验 阿弥陀佛 暗中来加持 自己不会知道 就像普贤 菩萨所讲 能够 奉行 普贤愿望的 普贤菩萨都会 齐作 六牙白下 来到这个行人面前 磨点加持 那么他 心心静 能看到这种形象 但你也掌声 即便来了 他也看不到 看不到 普贤菩萨也很直卑 你看不到 我也会跟你磨点 暗中 来加持 那么我们 信愿持民 捏到重 看不到 阿弥陀佛在加持 那么 敏感显应 就是我们叙事 曾经有过 信愿持民的善根 今生 并没有去念佛 但是叙事的 善根的 熏息的延续 也能够 令阿弥陀佛 对我们进行加持 佛不在加持 你看 为什么 有些念 有些不信佛的人 忽然他梦中 梦到阿弥陀佛了 梦到观世音菩萨了 这就是这个道理 他精神 他没有信 但是并不意味着 他叙事 他没有信了 我就听到一位企业家 他信佛 就是什么原因呢 他原来不念佛 结果有一天晚上 做了噩梦 噩梦 有人追到他杀 所以他杀 他就在梦中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还真的见到了 阿弥陀佛在梦中 所以他醒来 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最后 他由于这个因缘 他就信佛了 他就念佛了 这就是他细事有 敏感 敏应 那么还有 敏感敏应 你细事有 这样的善根 阿弥陀佛也暗中 跟你家属 那你想做坏事 由于阿弥陀佛家属 或坏事 做得不那么严重 你原来想杀人 这时候 一念善心起来 可能用 原来准备用刀 刃来杀人 可能你又转为 用刀背砍一下人 算了 那你住善事的时候 阿弥陀佛为家属 那你原来只是 谋划谋划 口里说说 不想就 没有行动 那阿弥陀佛为家属 马上让你行动起来了 这是 这个 敏家 所以我们看 我们的一切 其实众生的一切行为 它都生活在一种 大的感应的状态当中 阿弥陀佛 是用四十八大院 用净土法门 用西方极乐世界 用弥陀光明 来给我们提供一个 鼠阴的禁缘 是让我们 建立一个 信任辞明 敬业三福 能感的 这样的一个 心理基础 如果我们不能 建立这样的能感 实际上我们就有 其他的感 我们一念的 天滩 我们赶到哪去了 赶到出 恶鬼道去了 我们一念的 诚恨 感到羞辱道去了 法界当中 他属阴的 也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enial 城瓶 排在行的时候 比 location hill cup 20 馬这 天� 肆 感谢观看